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沒有過來吃嗎 這家叫做全家福元宵 然後是 我覺得是全台灣最好吃的湯 非常非常有名 今天特別帶總統來吃是因為有幾個意義 一個當然是他很好吃 第二個是因為他的名字叫做全家福 那我們在疫情玩的時候呢 這個希望全家都幸福 然後圓圓滿滿 所以帶總統來吃湯圓 大家圓圓滿滿度過這個疫情 來快點幫總統介紹一下 全家福的招牌 有酒釀湯圓 他有幾種 芝麻湯圓 有酒釀湯圓 我吃酒釀湯圓 加蛋 不要加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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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在那裡嚐一下 謝謝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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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小心吃 因為他裡面那個芝麻 對 會爆醬 這部桂瓜很好吃 好香喔 很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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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豆腐 大家好,店員怎麼樣? 米豆腐 這個是用豬油做的 它是很脆吧 對,它很香 而且很多人都是買了之後帶回家去 然後把它放在冷凍庫裡面 然後想要吃的時候就拿出來 然後它很特別 而且它還會給你那個酒釀跟那個桂花釀的那個泡 就是長泡 一碗是五顆 今天就是 給它要吃就是一塊兩顆 這一碗就是十塊 衰微就一張是兩百塊 一張就是 不會啊 所以這老闆是嗎? 不記得幾代的我想 而且老闆是第二代的 你們大月有麵嗎? 沒有 不,等一下再吃一顆 你點這個有個原因 這沒有朋友 我幫你排到長之後 等著一起來 加個蛋 拿下去 有時候晚上做事還蠻想吃的 他冬天的時候特別來賬 上一輩的人就會覺得這個很苦